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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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来排队等一等 从最早的几桌子私房菜到现在的这一层楼都是餐馆 这个味道让我很期待很好奇了 我们去等一等吧 兄弟 好不容易取到了一个号 我们等一下 给我的感觉是 你看 还有食客们进去的 没有淡季 只有旺季 地球不爆炸 这里不放下 特别的火爆 当然啊 私人定制不止这么一小块区域老板娘很大气把整个一层一楼都给承包了 来 跟我来走一走 对于两室一厅而言 你看这个环境 这个包厢的格调 装修这种氛围 以及最难得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脚下的这个地板呢 没有油水的 是很干净正亮的 很有摩擦力的 所以说这的环境啊 确实是超过两室一厅 但是味道 我觉得是正宗的两室一厅 走吧 我们去包厢里面坐一坐了 虽然呢 这个私人定制 看到这个店面以后让我觉得感觉有些不一样 但是没有关系 这么一大桌菜再好的私人定制也比不过这样的一餐 首先呢 为你推荐一道 每一桌来必点的 咱们每天呢 可以卖出几百份的盐焗鸡 我们来尝一尝 这盐焗鸡 这金黄的外皮啊 沾满了这个鸡油 而且里面的白嫩的鸡油 哎呦 真的很软烂的 可以轻轻的这样撕下来 我们尝一块啊 嗯 香嫩 而且特别有嚼劲 并且啊 这道盐焗鸡 它的火候跟调味恰到好处 咸味啊 跟香味啊 是融合得很微妙 而且这道菜呢 是吃皮爱好者必点的 是你们的宝藏菜品 因为盐焗鸡的鸡皮啊 而且是烤得恰到好处的 这个鸡皮真的是不得了的香甜 盐焗鸡是私人定制每天限量供应的必点菜品 金黄咸香的外皮包裹白嫩细腻的鸡肉 皮爽肉滑 皮脆肉嫩 服务员阿姨会给每一只鸡来一个大蟹拔块 手撕的麻烦交给店里 您只管享用又鲜又嫩的鸡肉就行了 一整只鸡啊 份量很足 并且它是当里面撕开的 又香又干净 咸香浓郁 爽口 回味无穷 这道菜呢 是这个臭鲡鱼 臭鲡鱼我们都知道 关键在于什么呢 不在于鲡鱼 在于臭子 它是否真是蛮臭的 真是蛮臭的 这个臭鲡鱼呢 它要臭 并且要臭的恰到好处 咸味 臭味 辣味 三味都要混合 并且它的这个火候也要控制好 密集的这样的酱汁锁进鱼肉里面 我们来尝一尝 这个开边的鱼肚子太肥美了吧 它这个鱼皮部分是焦焦脆脆的 这个一看就好吃沾点酱汁 又臭又咸 但吃在嘴里面 香得不得了 加上这个密制的臭鲡鱼酱汁 哎呀 风味无穷 私人定制的臭鲡鱼 怎一个臭字了得 必须还要嫩 滑 紧 鲜 闻起来炸了锅的臭味之下 是鲜嫩多汁又入味的鱼肉 筷子一挑 一块一块的紧致鱼肉脱骨而下 配着鱼皮一口吃下去 又辣又香 这个臭味吧 很难跟您解释 但是好这口的吃货们 真的不容错过 如果说您对您的吃辣的功底 有信心的话 那下面这一道 米椒烤肉也是您的不二选择 特别喜欢把这个辣椒 拌饭吃的话 那这道米椒烤肉 就特别推荐给您 为什么呢 它这个肉啊 不同于一般的辣椒炒肉 它是经过这个油 爆过一遍的 相当于制烤过一遍 所以是外皮焦香酥脆 内里香辣多汁 咬一勺啊 哟 这个拌饭无敌了 兄弟们呢 嗯 热辣 在嘴巴里面爆炸开来 同时呢 这个猪油香 再加上烤肉本身的 这种质感和焦香 都在你嘴巴里面 但是这道菜真的很辣 特别适合 爱吃辣的朋友们 两食一听啊 最不缺的就是下饭神器 这道创新的辣椒烤肉 更强调焦脆的口感 和猪油香的浓郁 小米焦脆辣爽口 烤五花小肉 紧致飘香 配着白米饭 一口接着一口 嗯 过瘾 下饭 今天来私人定制 两食一听吃饭呢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没想到 两食一听 也能如此整洁干净 两食一听 也能如此风味 别具 匠心满满的 所以说各位吃货们 来小区里面 找一找私人定制 一个店面不大 但是里面充满了 欢声笑语 和美酒好菜的 私人定制 大家好 我是小韩 哎呀 好久没有吃地道 净辣的南昌炒菜了 所以今天带您打卡 船上路上一家 很奇葩的腊胃馆子 我身后的牛魔王腊胃馆 那为什么说是奇葩 还是很奇葩呢 不着急 卖个关子 今天我特别抽选了 两位咱们 节目官方抖音号的 粉丝朋友 一块来尝一尝 他们到底有多奇葩 走吧 真的好香 预定 你看这不是有酒空中 对不起啊 那边坐得已经好 预定了 如果你预定的话 就此能找 还好 我来还这么做 预定了 海先生 你看一下 我好心 我好心 海先生 对对对 五号座 下午一跳 五号座 所以这个地方 真的是非常火爆的 他店里面只有八张桌子 只有八张桌子 饭点 五点半这个事 如果你不预约的话 是根本别想做人事饭的 还好 我们订好了 看来韩俊呢 是早就做了攻略来的 早早订好了位子 来牛魔王腊胃馆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店内所有出品的菜 都是老板一个人掌勺 只要您喜欢这个味道 那这个味道 就永远不会改变 今天我要邀请了两位 咱们节目官方抖音号的 美女粉丝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来介绍你自己 大家好 我叫小六 小六 那您呢 大家好 我叫老八 小六老八 那我就是 我也起个名 大家好 我叫中七 我们是六七八组合 来尝一尝 牛魔王到底 六不六 香不香 首先来吃你们女生 都很爱的 夜宵必备 小龙虾 来动手吧 这个季节 小龙虾是必不可少的美味 那今天来个蒜蓉口味吧 看见没 这老板呢 真够大方 满满一大勺蒜泥啊 他一下锅 那蒜香味就扑鼻而来 加上个头硕大肥美的龙虾 在锅内熬制 感觉他们像披上了黄金铠甲的勇士 特别诱人 来来来 快和美女粉丝们一起分享吧 平时经常吃香吗 经常吃 经常吃 那这家感觉味道怎么样 这家最入味的 最入味的是吗 蒜蓉入口提话 蒜蓉入口提话对不对 所以说 我觉得咱们的节目的粉丝 跟我是一样 都很爱吃 也都很专业 偶尔吃一吃这种蒜香浓郁的 不辣口的小龙虾 还是挺舒服的 能吃到它虾本身的鲜嫩味道 可以可以可以 很贵吃 蘸完这个酱料感觉怎么样 一个字爽 一个字爽 这第一道蒜蓉龙虾 就让美女们吃到爽 别着急 让您更爽的还在后面呢 这道蟹脚捞面 不但味道甜香 而且会让您很上头 不信就接着往下看 当您用牙齿咬开这个蟹壳的时候 除了那个咔嚓声 您的嘴巴里面还会流淌着 浸满了香辣浓郁的酱汁 哇 这是一场香辣的邂逅 在您的味蕾上啊 不断的刺激着翻滚着 特别浓郁 真的好辣 我看得出来 你觉得味道怎么 口味怎么样 太辣了 人家辣的很香 不是那种很冲的 它辣的太香了 这是一种香辣 辣口不辣心的 虽然你的嘴巴已经麻了 你的口腔已经充满了这个辣汁了 但是它这个面入嘴了以后 是甜辣口味的 带甜的有没有 它的蟹饺是香辣的不带甜 但是面很甜 对 对吧 总结一句话 吃辣还想吃 吃了还想吃 虽然是辣 但是吃了还想吃 这才是咱们南昌菜的特色嘛 下次还得来 牛波王店内还有一道菜品 特别出名 就是这道香辣鸡饺 口味不光是香辣 更重要的是 它软烂和饱满的胶质感 也一定会让您停不下筷子 哇 它的骨头都没有 骨头不用嚼 只用嘴唇去吸米 去吸 顺 脖骨儿下 肉头的话有点像那个猪蟹 烤猪蟹的那味 哦 就是那种QQ弹弹 是的 它比我最爱吃的五骨鸡爪 还更软烂 它那骨头下没有一样 对 吃起来特别方便 五骨凤爪一般是脆口的 但是牛波王的这个蜜质乳鸡脚 真的 它这个胶原蛋白 会黏在您的口腔壁上 您刮都刮不下来 特别香 特别黏 浓稠的酱汁 特别好吃 有这么一桌够进的菜品 当然少不了来一碗米饭 拌上汤汁 咱们的美女粉丝有话说了 这汤汁也太下饭了吧 就是下饭 真的下饭 然后我想起来前段时间 手楼上火火火的一个词 是吗 YYDS 永远的神 永远的神 确实啊 咱们两位的粉丝 已经是吃的嘴都麻了 但是按我来说 牛魔王开了这么多年 从一开始的四个座 变成现在的八个座 依然是一座难求 老板是匠心独趣 而且老板很高冷很倔强 我打理你的 一心就炒一锅菜 一桌一桌给你上 所以陪下您来 传山路牛魔王辣味馆 我们一起干饭吧